受西南季后风影响 本地过去几周的天气呢 叫潮湿凉爽带动了火锅生意 主攻外卖市场的火锅业者 营业额比平时上涨一半 那么即使唐食的人数受限 有咖啡店业者的鱼头颅生意还不错 记者学术会报道 天气凉爽时 吃上热腾腾的火锅增添暖意 月廊西一道第503座族的这家咖啡店 午餐时段已迎来吃鱼头颅的时刻 竹炒当老板说 乐见鱼头颅的生意微增一成 目前唐食人数限制在每桌五人 让不少有意围炉的家庭却步 六个人就你就不可以变成吃一桌 就要变成两桌 那两桌两三个人吃一个大大颅的话 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 根本就吃不完 但如果你没有order两个的话 颅又不可以分开 所以这个也是会有一点冲击的 主供外卖的这家火锅业者 营业额激增五成 其中供两三人享用的中型套餐最受欢迎 配套还一律附送锅子锅架等器具 即可审确餐后业者回收的麻烦 也方便顾客日后单点食材重复使用 因为可能家里人少 所以他们可能会订就专注在订两到三人份 然后可能订几套这样 跟这家人的数目订几套这样 成本会比较高一点 不过我们注重的是那个比较快嘛 然后人家就比较方便 业者提醒消费者订购外卖时 应尽量在两个小时内吃完火锅 以确保食材和用料的新鲜 他们也正考虑延长营业时间 来满足销业外卖市场的需求 新传媒新闻记者薛书慧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